上个月在彰化遭车撞昏迷的小姐妹传来了好消息 姐姐在上午苏醒了 不只会睁眼闭眼 也可以听只是眨两下眼睛 让医生相当的振奋 而妹妹的生命迹象逐渐稳定 他们的弟弟放学回家听到好消息 非常的开心 喊话要姐姐快点好起来 三个人在一起去上学 听得懂就眼睛眨两下来 一下一下很棒哦 一朝指示 小姐姐眨了两下眼睛 这微微的动作实在振奋人心 她刚才的脚趾头 一个往上翘了一点点动作 不只这样 她的脚趾也有反应 治疗21天传来好消息 姐姐进步很大 院房不断精神喊话 也在她床头放了音乐激励 上个月遭到五兆休旅车撞飞的 彰化县深港乡三姐弟 其中姐妹伤势最为严重 弟弟则回归日常去学校上课 这天放学由大伯接回 来跟我上课 车祸后弟弟也去看过姐姐 同言同语的说 姐姐一动也不动 听到好消息 难得露出笑容 倒是阿宗还是担忧 阿宗说孩子以前都跟她睡 现在剩弟弟她很担心 相较于姐姐妹妹状况持平 目前生压剂已经全部拿掉 两边胸管已经拔除 生命迹象逐渐稳定 记得带我帽 将会报道